大家好 今天4月5日 星期五是4月份第三个交易天 市况仍然反复 而且有点想试低的形态 稍稍作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市况 早市行指才是高开62点 到16787点 之后曾经有点抽升 而见过16839点 其实这一分钟相对早日来说 是升了114点 不过买盘不足 加上沽压浸浸涌 结果市况在上午 已经一度跌了245点 去到16480点 是创了4月份暂时的新低 即是回据华来说 市况在反复下行的形态之下 是逐步逐步的 是十级以下的 指数期后有少少断定 行指最后收到16723点 轻轻跌至1点 成交金额736亿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移动线方面 10天线已跌穿了 20天平均移动线 简单说 大市好像漸漸趋向反复不明 未必会大跌 但暂时似乎不可能大升 加上成交金额只有736亿 即市的动力不够 好了 4月份的市 暂时来说仍然是先高后低 指数是由2号的高位1707点 跌至今早的低位16480点 3日之内指数的波幅是跌了527点 技术上是先高而后低的 但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是很少 或者不应该同时出现在 3个交易点之内 当中527点波幅也是小 不能够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在4月份剩下的交易点 所以绝对有更大的波幅点 让我见到 问题是指数会上破1707 还是跌穿16480点 说到这件事 我们首先要看恒指和1020 和100天线之间的表现是怎样 为什么我一直都拿着这几种平均移动线 大家一听就明白 10天线现在在16,631点 20天线在16,652点 而100天线在16,537点 即是市场只要有百多二百点的下限 已经可以再度跌穿这三种平均移动线 一旦跌穿了 不用说 技术上会重陷反复肉市低的形态 现在所说的第一个肯定是50天线 是在16,310点 好了 反过来 能够稳守10、20和100天线的 不用说一定是向上走的 第一个 技术上有待突破的 就是今个月2号的高位17,07点 过得到的 再试上去 3月13日高位16,214点 即是关关难过 关关都等待过 在上一次影片我已提到 今个季度是有一个形态是三顶的 由1月份开始 1月2号的高位17,135点 3月13日高位17,214点 到今个月即是4月 2号的高位17,07点 简单说 要突破这个三顶是需要比较大的动力 成交金额才能够组成一个升势 而现在七八几亿成交金额 不谓是多深了 我相信要突围而上的机会是很难的 反过来 一旦指数又再反复跌穿 12、10、100天线的话 大家反而要慎防 市场不知道会否稍后再示范低位 其实市场没有什么特别看好和看淡 但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即是大家都担心一旦油价上升 会令到通胀升温 到其实柱谷是减息还是不减息 就很难判断了 看不明白 暂时来说当然先观望 大家 今天是10月5号 星期五是10月份第三个交易天 故事还是比较反复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就等行政指数先高开 62点到16,787点 曾经一度再上升到16,839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买盘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固盘也开始不断的出现 结果在上午时间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跌了245点到16,480点 还好在低位的时候 回稳的买盘又再出现 结果恒生指数又一步一步 回升到16,700点左右的水平 好了 我们先看看 这个月的走势 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先高而后低 指数还是从2号的高位 1707点 跌到今早的低位 16,480点 等于说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指数已经跌了527点 首先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 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当然 527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可以这样说 在12份信下的交易天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问题就是指数是往上升破1707点 还是进一步跌圈16,480点 说到这一点 我们首先就要看看 恒征指数跟10、20跟100天线的表现 到底是怎么样 好了 现在10天线大概在16,633点左右 20天线大概在16,653点左右 而100天线大概在16,537点左右 那等于说指数只要稳守在16,700以上 就可以稳守在10、20跟100天线以上 另外来说 只要有一点点防复 譬如来说像今早最低见过16,480点 那一分钟指数已经是跌圈10、20跟100天线 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恒生指数跟10、20跟100天线的 表现怎么样 因为股市要是再进一步往上 条件1707点的话 首要的条件恒生指数 必须要稳守在10、20跟100天线以上 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了 当然要是指数是反复跌圈这三组平均移动线 在那一分钟整个股市就会慢慢进入 反复下市低位的走势之中 往下看比较重要的支持 没办法已经退守到50天线 大概在16,311点 大家有记住 股市一旦跌圈50天线 就代表那一分钟恒生指数是反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在那一刻股市的走势就有一点令人担心了 曾经说过 从1月22号低位14794点开始的反弹 是一个中期的反弹 最初估计四到六 六到八个星期 可是现在已经是第十个星期 要是整个中期反弹还是会进一步延述下去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接近一万七千点 才能够再进一步往上推的 现在看起来这个机位不敢说没有 可是我觉得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中东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紧张 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一旦油价在进一步上推 譬如来说 减到一百块钱的话 那时候通胀一定给拉伸上去 在这一分钟 利息要往下调 机会就比较少了 这个大家要留意 好了 下个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